近日河北保定交警开展酒驾治理行动时 一名男子迅速将车停靠在了路边 并快速骑车逃跑 慌不择路跑进了路边超市 只不过民警早已将它锁定 当晚九时十五分许 保定公安交警高阳大队 在师范五岔路口检查酒驾时 一辆白色轿车停靠至聚检查点 三百米左右的路边 执勤交警立即上前查看情况 当时我们正在测酒 从远处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了路边 驾驶人王某某下车后开始奔跑 这一举动让我们察觉到 它有酒驾嫌疑 我们便跟上去询问情况 驾驶人王某某慌不择路 竟然跑进路旁超市的一间杂物房内 并蹲在废纸箱后 企图逃避检查 直勤交警紧随其后 嘴中发现驾驶人王某某 并将其带着的检查点 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看他摸一下我睡着的 睡着了 来 出来 看他就有点你们 出来出来 小点劲 小点劲吹 听见了吗 小点劲吹 吹时间长点 我都没喝多少酒 冲吹 别堵住 出气不出气我都看见了 面对呼气式酒精检测仪 驾驶人王某某不是吸气 就是敷衍的吹一两秒钟 完全无视交警所说的吹起要求 多次不配合呼气式酒精检测 随即执行交警将其带着了医院 进行抽血式酒精检测 经检测 驾驶人王某某每百毫升血液中的 酒精含量为86.33毫克 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询问中交警了解到 王某某曾在2018年 就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交警查处 明知酒后不能驾车 却抱有侥幸心理再次上路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条法的相关规定 驾驶人王某某因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反 警方依法对其出疑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且五年内获得重新取得的处罚 因其涉嫌危险驾驶罪 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目前